特朗普总统改口了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 自己将不再说中国病毒 不会继续在这个事情上大做文章 这些改变有积极意义 我们希望特朗普总统敦促美国政府 其他高官做出同样的改变 不要再使用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 这种被广泛认为带有种族主义歧视的说法 近来美中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它显然是美方主动挑起的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失控蔓延 世界急切期待中美搁置前嫌 携起手来共同抗议 如果这两个大国真能从严重举语转向合作抗议 必将鼓舞整个国际社会 这也有利于这两个国家自己 特朗普的改口如果能够带动其他美国官员 降低攻击中国的调门 相信中国官员亦会做出积极的回应 我们很担心美方的态度不稳定 特朗普总统的上述调整只是临时策略性的 众所周知 这位总统连日来反复说中国病毒 而美国正在进入各种严厉限制的早期 这个时候美方不断加剧同中国的紧张 给两国合作抗议制造障碍 其国内的政治观感不可能好得了 我们因此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改口 成为美国调整至少抗议期间对华政策的一个契机 那些被恶意夸大的中国威胁 哪有现实的新冠病毒威胁来的真实 后者的破坏力正在美国社会中 以裂变的方式疯狂释放 他才是美国的凶恶敌人 G20特别峰会26号将举行 全世界对他能够拿出一个 共同对抗新冠病毒的有效对策 寄予厚望 中美两国是最有力量的国家 我们应当在从鼓舞各国士起 到协调国际援助 再到合作研制疫苗和特效药等 方方面面站到一起 这是两个大国对各自国内社会 以及对整个国际社会应当承担的义务 战胜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期望 希望美国政府根据他们的利益制定政策时 不要忘了顺势而为和从善如流的道理 逆势而行 即使一时能有些许收获 也一定会事倍功半